记者呢紧接着就问 那随着中国的崛起 这种情况在未来会改变吗 李光耀的回答呢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我不认为会改变 这与中国崛起没有关系 那日本战前是一个强国 但这并没有改变欧洲人对日本的看法 那欧洲人认为他们是高人一等的 这正如中国人也相信他们是高人一等的 所以大家呢扯平了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成员观点 今天呢是周末时光 我们呢 就到我们跟大家一起来 这个读书的时光 还是这一本书啊 我们之前的话 利用一些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两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呢 就是李光耀观天下的第一章 那就是中国 介绍中国 一个强大的中央 讲的是中央集团 以及中国目前的政治的一个体制 以及他对这个中国的 己任领导人的看法 那特别呢 是对现任的中国国家的领导人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个 他的一些过往的一个接触的一些这个经历吧 那第二部分呢 讲到的是第二章 就是上一集的节目 我们讲的是美国 李光耀观天下这个系列呢 其实我们推出是没有太多的固定的时间 反正有读书 有周末时间呀 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呢 就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分享 那基本上也算是个人这个 借着这个由头吧 可以去读一些书 特别是一些伟人的这个书籍 那另一方面呢 可以跟大家呢 来一起做分享 第二部分的这个内容是美国 那讲到了美国呢 他陷入了一些困境 但是呢 李光耀先生呢 他始终相信呢 美国他有强大的这个治愈能力 自己啊 自己 自己治愈自己 那比如说现在美国的 那总统呢 特朗普呢 反全球化 那在全世界呢 推行美国的单边主义 使得全世界的这个贸易争端啊 四处分火 那搞得呢 全世界各国家呢 不得安宁 但不管无论怎样呢 美国他是几年换届的领导人 那包括美国国内呢 他有比较强的这个教育科研能力啊 那他觉得呢 这个美国还是 能够去治愈自己的错误啊 那会能够去修复自己的问题 虽然美国的傲慢和自负呢 让很多其他国家呢 觉得很不舒服啊 那今天呢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欧洲啊 那在这本书 李光耀观天下这本书的第三章呢 叫欧洲 它的副标题是衰退与分歧 那和美国呢 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 那就是衰退啊 那分歧呢 那自然而然就是美国 欧洲呢 他因为他有几十个成员国 那几十个成员国之间呢 都有各自各样的问题 那在这一章的开篇 他提到了 欧元的问题啊 欧元是欧盟 就是欧洲国家团结在一起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就是统一货币啊 虽然说有一个统一的欧元 但是呢 由于财政 就是各国家有自己的财政部长 那财政呢 并没有做这个融合 因此呢 整个的这个欧元区的这个货币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呢 嗯 我认为呢 李光耀在书中呢 并不是特别的看好 因此他在开头的时候就提到 说这个 他不相信啊 可以拯救欧元 因为欧元目前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关头啊 至少呢 不会在现有的十七个国家 都还在一起的情况下啊 这个去 能够去拯救这个欧元啊 嗯 基本上呢 他在这里面是比较不看好 一个 风化成这个 不同国家 不同的财政部长之间会 去支持一个统一的货币 他的意思大概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说 比如说美国 他是联邦制国家 那每个自己的帮 有些帮呢 比较富有 有些帮呢 比较穷 因为他是一个统一的货币和统一的一个财政部长 因此他在财政掉头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 利用税收手段呀 或者财政手段呢 把收上来的钱呢 去补给到一些相对比较差的这个国家 但是欧元国家呢 他事实上 他各国家有自己的主体 有自己的财政部长 自己的税收手段 那因此呢 如果你在某一个国家 像比如说希腊 意大利 之前出现的这个 债务危机出现的时候呢 那整个欧元区呢 要怎么去帮助他呢 这个你很难说 富有的国家呢 去基于一种 像同意 像美国这种联邦制国家里面 那么无私的去给他提供帮助 所以这里面呢 在结构设计上呢 似乎是有一些矛盾 因此呢 李公耀先生在开篇呢 就提到了对欧元和这个 统一欧洲这个货币这个体系呢 一些这个不干好的质疑啊 比如说在这一部分的最后 他提到了说 后世最终会将欧元的记载呢 视为是可悲的啊 那明显呢 是一种不干好的一种表态啊 无论是谁 想为这个货币的一体化 这个计划呢 挽回一些政治的功绩 他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冰冷 而有残酷的现实 也就是说在现实面的话 很难支持这样一种 理想主义的一种做法啊 那 紧接着呢 他提到了一个这个欧洲呢 我们讲到欧洲呢 就会经常去关注的一个话题 就是 这个欧洲大陆啊 去 现在呢 去出现了一种叫做 缺乏活力的一种情况 那他指出呢 这种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呢 是整个社会福利和僵化的这个劳动力市场的法律 那这些政策在当初构想的时候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出发点 那 因为是在整个二战之后呢 整个欧洲陆陆续续的 就是 修整啊 就是出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开始恢复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呢 这些政策呢 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 就是高福利的这样一种政策啊 那尤其是随着整个的亚洲发展中的经济体一一抬头 像早期的我们之前节目中有提到了 像比如亚洲四小龙啊 像日本韩国啊 这个台湾 那个香港等等啊 新加坡率先发展 那紧接着像东南亚啊 中国 那现在的印度啊 越南啊 都发展的慢慢的开始一一的发展起来 那么 欧洲人想要避免去 这种 持续的这种懒散 并且想要恢复曾经文明一时的这种活力和勤奋的这种工作状态呢 就必须要进行大道阔斧的 进行 就是说伴有痛苦的这些改革 那简化他非常复杂的这些福利制度 放宽公司雇佣和解雇员工的法规等等 那这部分呢 他觉得呢 是非常难以实现的 比如说他举例子啊 就是说这个作为一名在这个战争 就是二战之后呢 英国留学的一个学生 那他当然是他自己了 李光耀先生 他记得他曾经在 早期的时候呢 就是在 叫佩克莱门特 阿特利政府 早期尝试呢 为每个人提供慷慨一辈子福利的一些做法 他的感受 比如说呢 他配了一副新眼镜 然后呢 发现不必付钱 他觉得呢 非常开心 原来呢 这些费用呢 是由全国的医疗保健服务给承包了 就是负责了 那他心想呢 这是一个多么文明的社会啊 他当时还不明白这种全面供应的方式 会造成效率低下和懒散的潜在作用 但是后来呢 他就理解了啊 那他举这个例子呢 想说明呢 事实上 当初这些政府的出发点呢 是善意的 因为在经历了这个两次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是从欧洲开始发起 那经历两次 几乎摧毁一切的这些世界大战之后呢 欧洲的政府和人民 想要的是一种安宁安定的生活 有什么负担 都大家来一起平均分配 除了精英分子呢 那些在战争中 以鲜血付出代价的 更多的是无产阶级者 社会对于底层人民呢 有了一种强烈的亏欠心理 所以呢 当政治人物提出要公平 要社会福利政策 来照顾失业者患 这个病患和老人的时候呢 很容易就一呼百应 那他李光耀在书中为欧洲的高福利呢 寻找到了他的原因 就是他的出发点来自于哪里 但同时呢 他也指出现行的这样高福利的制度 随着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呢 慢慢慢慢的不太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了 那对欧洲来说呢 也是拖了欧洲的这个发展的后腿 整个他提到了这个高福利的这个最坏的影响 说到啊 不再与其僵化和难以为继的本质 而是呢 他削弱了人们努力奋斗的动力 如果社会保障体系设计成这个管一个人努力工作 不管一个人努力工作 还是悠闲过活 都能得到同样的好处呢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努力啊 他根本就没有向前的向前走的推动力 美国人自力更生的态度比较普遍 因为就算失业者获得了援助 也有措施确保他们会积极的 甚至被强迫的去找工作 那是一套不同的理念 其基本的原则是工作将使个人和社会更好 支撑制造原则的信念是过度慷慨的福利 往往会削弱 并在无意中呢 抑制人们奋斗的动力 欧洲模式造成了一个 造就了一个习惯于津贴的阶层 因此他们强烈 这个缺乏强烈的工作热情 那这个是仔细的分析了 目前欧洲的这个高福利社会 它所带来的比较坏的一个影响 他在这一部分的最后呢 他其实提到了一个这个 怎么说就预测 那现在欧洲的这样一种状况的一个中局吧 他说到呢 在欧洲前方的呢 一定是要是苦日子 就是不可能永远的这种享福 对吧 那由于独特的历史情况呢 欧洲人选择了福利和劳工保护的发展道路 谁都不能否认 比起美国欧洲人的这种选择呢 造就了一个比较温和的社会 那底层阶级会比较少 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差距呢 也比较小 然而这是有代价的 如果他们放弃这些政策 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每年会多 1%到3%的增长 在一段时间内呢 许多欧洲人生活 人将是非常舒适的 因为他们在这个年头好的时候呢 积累了这些储备 但是不管他们是否乐意 他们在战后为自己创造的舒适 和受到百般呵护的这个事件呢 最终将被外部力量呢 去弄垮 届时 他们就得协商出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他这一部段的内容讲的呢 就是比较的含糊 比如说一个新的社会契约等等 但事实上 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的 就是把这个外衣拿掉 就直接揭开它的本质的话 那就意味着 你这个好日子呢 是不能够继续这么过下去的 你迟早的话 得打破这些好日子 去痛苦的面对一个现实 并且呢再次的出发 再次的努力起来 那我们知道这个 在最近的周末呢 这个马克宏领导的法国 法国呢 那法国的人民呢 就是做出了这个 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一个罢工行动 那原因也非常简单 就是马克宏呢 他动了这个 法国人民的这个保守会保障体系 那因为法国 比如说以法国的铁路工人为例 那他们的这个 退休之后的退休金是这么领的 就是按照你退休前 最后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那如果这么领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工资呢 随着你的工作时间的越长呢 比如说你工作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那退休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呢 应该是你 理论上应该是你整个职业生产中 工资最高的那个阶段 那你退休之后呢 就按照这个工资来进行领退休金 那比如说你六十岁 或者六十五岁退休 那你可能活到这个八十八十五 有的呢可能甚至九十一百岁 那你这么高的这个工资呢 退休金的话呢 那你日子肯定是过得好 但是整个国家的财政 又怎么负担呢 所以这个法国政府呢 走在了前面 去对这些这个这个政策呢 高福利政策呢 去做就这种改革 但是你动了这个既得利益 既得利益者的这个蛋糕呢 奶酪 那么显然的就会面临 国内的这个政局的动脏 我想呢这样的阵痛 和这样的一个调整呢 可能是在所难免的啊 就是无可避免的啊 整个的这个李光尚先生 在这一部分的内容里面呢 其实他提到了一个对比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那就是有一些呢 社会呢 这个也是在欧洲了 有一些国家呢 是非常不同的 那就是 北欧国家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 受到的这些打击呢 会比较的轻 那北欧国家呢 比如说像这个瑞典 挪威丹麦 那尽管这些国家 广泛的社会安全网络开支 都由政府来进行支付 那资源浪费的情况 也并不普遍 但是他们的结论是呢 呃 举法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 失败的例子呢 只是反对 福利 这个福利主义者提出的党建牌 就是说 就是说在这些 呃 这个北欧国家呢 像瑞典 挪威丹麦呢 他们实际上是相对比较成功的 那整个福利社会 那在这个里面呢 李光尚先生呢 把他单独拿出来做了分析 那基本上他的分析结论呢 其实呃 也比较的呃 容易理解 那就是呃 这些国家呢 他的民族呢 都比较单一 那使得呢 他拥有一种 欧洲其他地方 不可能有的内部的凝聚力 呃 凝聚力啊 使得人民呢 有的更强烈的一致性 和这种呃 一体性和这种团结的精神啊 那三个国家中 任何一个都视自己 为一个民族 一个部族啊 部族成员愿意为同族人受苦 人们愿意勤奋的工作 不只是为了自己 也为这个感觉上啊 近乎亲戚的部族的成员啊 不是为了一群来自世界陌生地区的游手好闲之徒 游手好闲之徒啊 等等 那他这个分析呢 就揭示了欧洲内部的他的这个复杂性 就是同样的高福利情况呢 那有些国家会比较好 有些国家呢 相对比较差一些 那比如说 他又举到了呃 这个呃 欧洲的移民问题啊 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欧洲的高福利问题 那一开篇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欧元一体化过程中的 这个欧洲一体化过程中 非常核心和象征意义很强烈的 这个欧元的问题 那现在呢 这个紧接着后面呢 这个李光耀先生在书中 以德国为例来举列举了欧洲的移民问题 那我想很多朋友呢 在电视当中经常能够看到欧洲的这个移民 像特别是近期的这个非洲的移民 和这个中东的移民 像这个叙利亚的移民 那难民 是非常对欧洲的冲击呢 是非常大的啊 那德国呢 至少有250万人是土耳其的后裔 那人数之多呢 在德国人之间引发了强烈的反应 极端的当地人出于种族动机 犯下了罪行时 实有耳闻啊 令人担忧 在法国呢 一些大城市周围 尤其是巴黎 突然形成了有少数种族主导的郊区 也让政府头痛不已 因为呢 觉得被边缘化 这些地区的居民不时制造骚乱 2005年一场骚乱就出现失控的局面 全国近9000辆车呢 被纵火等等啊 那移民问题是欧洲的一个非常 大的 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呢 他在这里面提到的一点就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讲到了华人啊 华族华族就是华人的移民啊 他说到了由于华族社群呢 普遍不求文达啊 不求文达 那基本上呢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并且呢 并被视为最不会乱天麻烦啊 当地社会对华族的焦虑已经逐渐转遇到了其他的族群 在第一代的华族移民当中 许多人成了餐馆的老板 他们的子女呢 则成了专业的人员 那今天比较受关注的是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 他们往往呢 爱在某些邻里 这个群居 并且并没有呢 融入到当地的社会 然后他提到了一个就是穆斯林 那讲到种族问题呢 因为普遍性的这些年头呢 可能会有一些宗教上呀 或者是一些战争战争的影响呢 那穆斯林这个族群的呢 出现了比较多的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袭击事件 那对欧洲社会来说呢 是很重要的社会问题 那比如说他提到的穆斯林是什么呢 就是许多移民呢 正好是回教徒 就是穆斯林 这些这些年来呢 他们要求建造有这个尖塔的回教堂 就是清真寺 这样的建筑呢 除了对欧洲 传统欧洲的建筑景观造成视觉冲击以外呢 也会加深当地人担心 本身习以为常的文化和街区 正逐渐被麻烦的外来者 所这个改变的这些恐惧 那事实上欧洲面临的这一部分呢 除了文化和心理上的冲击呢 可能很大一部分还是这个 宗教层面的啊 比如说 无论怎么看呢 他提到了这个 欧洲的 会有一些无可奈何的选择 那这些无可奈何的选择呢 都会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境地 比如说 这个欧洲人呢 他需要外来人 外来移民 来对整个的社会结构呢 更加的优化 但是呢 他在外来移民 到了这个欧洲社会之后呢 造成的这个族群之间的撕裂和对抗呢 又使得呢面临一些更多的社会问题 所以在这些呢 都是欧洲国家呢 需要面临的两难的问题 他这个后面 紧接着后面呢 提到的是这个 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他的一个出处 就是他的一个思考 为什么欧洲会出现这种 一体化的融合的这个进程 那最本质的 最最初的一个设想呢 是来自于和平的需求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呢 都是从欧洲开始发起 那使得呢 欧洲呢 这个相互之间的 这个自相残杀 还有旷日之久 发动这些战争 导致呢 大量的人员死亡 此后呢 融合成了欧洲领导人的 一个核心的任务 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融合 并且把利益高度的捆绑和一致化呢 才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呢 再次发生 比如说呢 这个他们着手建立必要的机制 在1951年 他们签订了巴黎和条约 成立了欧洲联盟的前身 叫做欧洲煤钢共同体 1957年 他们就建立共同市场 共同农业和运输政策的 罗马条约的提议 达成协议 冷战之后呢 共同体演变成了欧盟 并扩大至包括27个成员 其中的17国采纳了欧元 作为统一的货币 这是他的一个出处 就是欧盟的出处 除了这个和平的一个需求呢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 就是发挥欧洲作为一个整体 他在全球事务中 更大的一个影响力 因为欧洲呢 如果按照总的这个经济规模来说呢 比美国还要多 多这个六分之一 那如果是能够把它整合到一起的话 他的欧洲的人口呢 也比美国多 欧洲是5亿 美国呢是3.1亿 另外欧洲的教育水平 文明程度都非常的高 那这样的欧洲 在角逐世界领先 超级强国的竞赛中呢 肯定会有获胜的希望 虽然好处这么多 但是呢 李光耀在书中 他也做了一个大胆 有明确的预测 那就是 所有的迹象都显示 欧洲不可能做完全的融合 那基本上还是 各自呢 打着自己的算盘 这是讲的欧洲的一个 一体化的一个问题 除了移民以外 移民政策以外 那就是欧洲的中局呢 是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融合 李光耀在这一部分的最后呢 最后一段呢 我觉得讲的非常有意思 那可能是因为 新加坡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他特别把这一部分提出来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殖民母国在退出 这个国家 就是去殖民化过程中的表现的问题 比如说他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英国 当年留给新加坡的是什么 他说到了举两个对比的例子 那一个呢是比利时人 在刚果留下的一个烂摊子 那当年比利时殖民刚果共和国 他们到那里呢 开采原材料 但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 他们任由刚果深陷部落之间的战争 这个国家呢 到现在还没有摆脱这样的困境 那么在几内亚呢 戴高乐就是法国 戴高乐呢 则对深具影响力的解放运动先驱 埃哈迈德 赛古 杜尔 那个气氛的咬牙切齿 所以他在走的时候呢 那把所有的电线和电话线 电话线全部都扯掉 那使得几内亚至今 处于一个严重的困境 法国并不是如此对待 所有的殖民地的 他会这样对几内亚 那当然是因为当时的 一个几内亚的解放运动者呢 那愚弄了这个法国政府 所以呢 戴高乐当时呢 就非常的气愤 那使得后续的这个 几内亚的领导人呢 继承了一个无法运转 他又始终无法去纠正的一个制度 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英国当年留给新加坡的 是像法国或者比利时那样的情况呢 那李光耀说他就不确定 他是否有能力将新加坡建设 成精心的样子 比如说他说了一些当年这个移交时候的细节 说英国人离开的时候呢 是不失分度的啊 默认总督顾德将总统府主楼 完好无缺的移交出来 一切都竟然有序 那他拉着李光耀 为李光耀一一介绍管家之后呢 就离开了 之后呢 他去了北婆罗州一会儿 然后就退休了 对于英国的制度以及其分度的离开 那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应该心怀感激 这一部分的话是蛮特别的 他其实站在一个新加坡的角度来看待 曾经的殖民母国在退出殖民时期的一个表现 那这是他的这个第三章 欧洲衰退与分歧的文章部分 那最后呢 他有一些这个接受海峡时报 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 我觉得有两段问答比较有意思啊 那我这边呢 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第一段呢 就是说记者问他 问李光耀先生说 您认为这个 您认为这个美国 美国会信守一个基本上由德国达成的这个协议吗 就是欧洲国家的出路 就是德国主导的欧洲国家的出路呢 那李光耀先生回答 他说那是一个最好的出路啊 默克尔和德国人都不傻 因为自律呢 那德国成为了欧洲最成功的国家 那记者又问呢 那德国人这么做不是为了德国自身的利益吗 那李光耀先生回答 不是 他们希望法国和其他欧元区国家都能成功 因为他们希望欧元成功 那确实实 德国在整个欧洲的这个一体化竞争过程中呢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后面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记者问李光耀先生说 在您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情况相比较呢 欧洲今天最深层次的这种种族紧张关系是否不一样 那李光耀先生回答呢 这很难说 因为我不住在那里 那他举了一个例子说 这个他去看了这个荣誉国务资政 叫吴作栋的女儿 嫁给了一名英国人 住在布拉德福德附近 他去看望长得更像白人的孙子呢 他告诉李光耀说 他们与邻居相处得很好 那李光耀认为呢 那是因为他们是中产阶级 记者呢紧接着又问 那随着中国的崛起 这种情况在未来会改变吗 李光耀的回答呢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 我不认为会改变 这与中国崛起没有关系 那日本战前是一个强国 但这并没有改变欧洲人对日本的看法 那欧洲人认为他们是高人一等的 这正如中国人也相信 他们是高人一等的 所以大家呢扯平了 这个呢不免让我想到了当年的 比如说这个清朝的时候 那所有的觉得呢 这个我们中国人这个 这个对吧 就是一个世界的中心 所有人过来呢 都要到我天朝来拜一拜 对吧 所以呢最后被打得屁滚尿流 那惨不忍睹 我相信呢 如果任何一个民族 就是中国的老祖宗古话讲的一样 那骄傲使人落后 谦虚使人进步 对吧 那在这个这一部分的文章的最后呢 记者问到了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呢 李光耀先生的回答呢 很有他们那一代人的这个特征啊 记者问 在您过去五十年所见过的 所有欧洲领导人当中 谁给您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那李光耀先生是如何回答的呢 他说这个不好说 从历史上来看 丘吉尔是鹤立鸡群的 鹤立鸡群啊 这个评价是非常高 他说呢 这个丘吉尔是一位伟大的领袖 在德国面前 几乎是毫无胜算的时候 要不是他顶住了压力 那这一段指的是二战时期了 就是坚持到底呢 世界的发展会很不同 他的态度是反抗到底的 就是丘吉尔 那紧接着呢 李光耀先生引用了丘吉尔的一个演讲里的内容 这个呢 很多人也是耳熟能详的 这一部分呢 和大家一起分享 丘吉尔的演讲中提到说 我们将在海滩作战 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 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 我们将在山区作战 我们绝不投降 那这个就是英国抵抗德国侵略 这个这场战争中 丘吉尔一篇非常重要的演讲 那他这场演讲呢 有些口齿不清 但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 感染了英国人民 法国人就没有这样的领袖 所以法国人迅速的屈服了 那被当元帅从退休中被召回出任法国总理 最终选择成立了维系政权 在那段历史中 丘吉尔完全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他和英国皇家空军 英国早就被德国空军打垮了 是他贯注给空军机师的精神 拯救了英国 然后日本人去袭击珍珠港 把美国人拖进了战争 这算是他运气好 但是他靠自己也撑了一年 那这个呢 那一代人可能对整个二战 战争的记忆呢 是非常的记忆犹新 那所以在最后的部分呢 说到对欧洲国家领导人的印象当中呢 那他对给这个丘吉尔这个很高的评价 那就是呢 认为丘吉尔是赫里基群的啊 那由于他的个人的坚持抵抗 所以使得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有了不一样的这个结局啊 好那这一部分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 叫欧洲的分歧和衰退 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欧洲的货币 那欧洲的高福利政策难以为继 以及呢欧洲的移民问题 还有这个欧洲的这种融合啊 欧洲曾经的辉煌 那以及欧洲现实中呢 所面临的困境啊等等 好那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